我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這個... 喂! 好 感謝大家今天來,這個... 聽這個演講 非常的興奮 因為就是對我來說是...算是... 就是踩進了一個坑,然後... 怎樣填坑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就是到這個東西的過程之中 就是有一些心路歷程 那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也有過放棄的時候之類的 不過就是希望大家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已經從2015年就有了 那到了2017年 那就是我才聽過這個東西 但是我那時候還不知道這個東西在做什麼 那大家會解釋一下 那這個東西並不是這麼簡單 或者是說這麼成熟 所以沒有辦法像榮大這麼強 有辦法寫本書 但是我會覺得有些概念是蠻重要的 當你在做這個Single Page Application 跟這個破端的交互的東西之中 它會比較減輕你的負擔 那就是我覺得在做這個東西的過程之中 就是還有一些問題 但是大致上都已經克服了 對 可能會有更好的做法 那主要就是問Develop 然後考慮的是說 好我們今天怎樣做出 又穩定又高效 然後又可以修改 然後老闆說今天要改這個 明天你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對 那又可以快的做 對 那基本上就是 告訴我Develop 對 然後 這邊有個分隔線 那以上 以上是跟大家聊一下說 為什麼要用 GraphQL 所以它比較親切 這樣 那下面就是把 遇到的坑 就是填起來 這樣 對 那這些東西 就是如果你曾經遇到不知道怎麼解決的話 那我們都還有機會可以分享一下 對 好 那 那 今天你會看得到說 它是圖像的表示法 在 你 要 所有 就是你所要的結果就是這樣 今天想要給出一個 前端想要給出一個query 然後回來的就是有結構的 表示法 這件事情 這就是GraphQL 那 它可以 非常單純的 就 構成這個component 像是 這個樣子 像是這樣 你會有一個 姓名 然後 你的圖片 還有你的朋友 這些東西 如果你用傳統的 Resport的方式的話 你就必須要經過幾次的query 那 像 你每一次有一個 直接點的query的話 你可能就會需要多一次的查詢 那今天 它等於是把這個 查詢 查詢直句 就結合了起來 你就可以不用做這些事情了 你就可以 前端單純說 我只要這個東西 然後它的條件是什麼 今天你的component 就已經做出來了 那 它非常的直觀 對 那但是 就是為什麼要用GraphQL 這件事情 就是 會是在你 導入的時候 是非常 在意的事 就是今天 今天如果你是純後端的話 你今天會覺得 看了一下這些東西 你會覺得 說的人在搞你 對 很像這樣 對 你是在做你自己的事情 對 對 你就是在搞你自己 因為 它跟 它跟原本的 呃 後端的MVC概念 就是有點相近又不太一樣 然後還會遇到 呃 N加Equery的問題 那 在我找到 解決方法之前 就是 就是 其實我 我是很困擾的 因為其實沒什麼人提 就是 喔 這東西都已經 四 三四年了 結果 它還沒有解決 對 所以就覺得 它到底能不能用 這樣 對 對 只要我剛開始不舒服 那之後就會覺得 對 舒服了 欸 對 對 就是Front End的話 其實就是覺得 欸 這是什麼東西 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東西嗎 對 那 就是 就是前幾年啊 那個 呃 WRFQL 應該已經算是近期 呃 比較 比較少喔 就是 就是 Angular啊 View啊 React啊 這一類的東西出來之後 變得就是 蛤 那 那你可能就是不太想要學 對 但是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方便你 做事 就是 就是 那個便宜還賣乖 就是 你可以不用去組那些 用Racebook看著那些API Duck 然後想說 我今天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組 對 非常的麻煩 對 但是 就是前端 還蠻血汗的 就是 有很多的東西 其他的事情 需要處理 所以我覺得這 這件事情已經是算是 呃 至少你可以不用考慮怎麼組資料 這件事情 他減低了這個認知的負擔 對 對 好 問一下喔 今天 呃 是frontend的人 認為自己是frontend的人 會不會舉個手 對 那認為自己是 backend的是 舉個手 喔 不多 那有UIUX的人嗎 沒有 那 是fullstack的人 喔 好 今天還好沒有UIUX的 對 也是奇才 對 應該是不會進來 對 就是這個人應該是 呃 畫wireflame的 建設計的人 但是 呃 就是你知道太多 你可能可以來寫的事 這樣 對 對 就是蠻強的 因為我們非常需要 呃 這個wireflame是畫得很好的 你其實 你其實他才 才好到這個東西 對 那 我會導這個東西的背景 就是 就是說 你想著說 喔 我今天 wireflame 我後端做完wireflame 然後我前端 靠我還有組這些資料 超級麻煩的 所以你就 在前端想著說 這些資料怎麼組 然後你就開始寫了幾個 幾個 幾個 request 然後想說 哇 這堆 這堆request 到底要寫在哪裡 這樣 我今天要寫在 呃 像 radus裡面 還是 呃 今天要寫在 component的 viction裡面 這樣 對 呃 就是 你需要自己 想要做這件事情 就非常的必要 所以 就是 就 小弟來解這個問題 對 那今天這個東西其實 呃 很 很簡單的 他是 component-based 就是你的畫面其實是由 呃多個component組成的 就像這樣 這是一個示意 對 那 呃 在做 在做以前的requestful page的時候 他其實是 呃非常 單純的 就是 呃 呃 像這樣 對 像是這樣子 那 你可以 看到 scaffle 很快的可以把 每個model 裡面的屬性 build出來 這樣 就是 然後還可以做 CRUD 對非常的 方便 但是都是 實際情況就是 這件事情 不太會想發生 對 那你大概 只有在做後台的時候 才會這樣 做後台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一些東西要摻雜 這些東西已經是跨 跨 這個資料表在做處理 那 但是對於 後端來說 OK 我今天也只是把 關聯式的資料通通吐出來 所以這些事情 就 都還是小事 對 那 但是 呃 今天你 你忽然發現了一件事情 大家開始在做 這個 single page application 然後你就開始做了這個 to do list 然後 喔 這東西還算簡單 對 這個state改一改 然後方便就會自己 rand 然後我的API就是 吐一個 吐一個 吐一個簡單的 去query回來 然後 inst,update,delete 就 欸做完了 然後哪一天 你就會發現事情 不太單純 就是你可能 今天要做一個 摧榮 這些事情 可能只是你的一個 component 你上面還有其他的東西 這件事情 就慢慢的越來越複雜 然後你就會覺得 喔 前端 是不是 進了就回不來了 這樣子 對 那這個是 Airbnb的 page 那你 你會需要說 喔 我今天到底要怎麼 怎麼去query這些東西呢 那 他到底應該要怎麼辦呢 陷入了一段 那個糾結之中 對 那 呃 如果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是 以前有一個東西叫做 iGoogle 然後他其實是非常的 component化 那 我們來看看這個東西 不知道多少人知道這個 iGoogle之間 那 ok iGoogle這個東西啊 你會發現他 非常的奇怪 就是 每一個component跟另外一個component之間 其實是沒什麼關係的 對 他可能各自的 就是 秀他的 呃 日曆 然後 他這邊又秀 呃 使用者的應用程式 這邊又秀新聞 然後 像這樣子的東西非常的 就是 拆分的非常的獨立 所以 他用GraphQL就非常的好做 那但是我們知道實際上 就是 這個 這樣子的東西 已經 就是 沒有 沒有了 所以 這個大概算是一個歷史記憶 但是你在畫面上啊 免不了 還是會有 做類似的事情 就是 哦 嗯 免不了 還是會做 做一些類似的事情 那 呃 我們現在講的是 你實際上要知道 畫面長什麼樣子 你才能開始寫程式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 其實 沒什麼 沒什麼人 講的非常的清楚 那但是我會覺得 呃 大家看著 看著這個 WireFriend開始做事是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 他應該是基本 對 那你會看到 這樣子的東西 你會知道說 這邊有一些列表 然後 這邊有一些廣告 這一類的事情 那 實際上 呃 在畫面的 組成當中 只要他是 一個component 他就會有某種 觀點性 就是 譬如說 我現在要秀一個 呃 購買紀錄 所以這個人 一定 這個component一定是 使用者的使用紀錄 然後加上 你的老闆 可能想要在這邊 加個廣告 然後在這邊 加個你的日曆 這些事情都會使得說 他每個component之間的事情 其實是一個 弱關聯 所以他應該要用不同的 query的方式 去把資料要回來 呃 像我們剛剛看到說 resport的頁面 他是非常單純的 只關係到你的資料表 所以他就是 一個頁面 就是一個component的感覺 那但是你 一定會 常常 在做web的時候 你一定常常會 做到說 要把多個元件 塞在一起 而且他其實 大概就只是說 喔 使用者是你 這樣 這是唯一的觀念 那 呃 這是以 這是以 這是以backend角度 的 來說的 來說的話 就是 啊我其實看到了這個東西 我就知道說 喔這畫面上有什麼資料 我就可以來建schema 來做 OR mapping 然後 呃 對他的source是來 哪裡來的 是MySQL呢 還是 呃 從 從MongoDB 之類的事情 那 呃 今天 在用GraphQL的時候 你只要 確定說 你東西怎麼樣 query回來 你就可以 做 create,update,delete的動作 把這些資料料料回來 這些事情 就會變得 相對單純很多 因為大家都是看 同一份文件 同一份UI 今天 就是 不可能會說 欸我們今天UI長這樣 然後改一改 他怎麼忽然就長得像 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對 就是 起碼你訂了一些 呃 在大家心目中 訂下一些 比較 有個印象 不會老闆說 呃 今天這個東西怎麼會 忽然變成別的東西 對 那最理想的狀態 就是 呃 呃我們有一份結構清楚的Wireflate 然後 呃 這個 frontend就可以直接看到說 喔 哪些東西是一個component 他是非常單純的 那 backend developer 給出的 這個API 對於每個component 就可以 給出對應的 的資料 單純 那 那 這件事情 就不會說 你需要做多個request 來做對應 這些事情 對 那 這是我們為什麼要用的原因 就是 這些事情就是相當的 美好 對 要不然 就是 很累 好 這是分隔線 分隔線 分隔線是說 底下的東西就是 呃 怎樣踩過去的可能 就是 剛剛那些事情都是說 我們為什麼要找這個東西 那 下面的事情是說 嗯 就是 我 就是 不是很喜歡FP阿 他丟READ出來 然後就是要大家開發這些東西 然後你就不能 拿來就用 對 那個 就是 以前寫Rails的 就感覺很APP 欸 要有這個也有 那個也有 對 那現在這些東西你需要 就是 他給你一個 concept 所以你要自己找 這個 接法 對 那現在就是 呃 這個接法 我覺得已經 就是相對完整 分隔線 對 這是 sauce code 那 有個概念就好 那 backend 就是要做很多事 所以 backend 會覺得 非常吃虧 就是爽 都是 爽在你身上 uncode 對 好 不重要 對 就是 會後可以討論一下有沒有更好的做法 那這是一些基本概念 啊 這是 query agreement 就是你要怎麼query這個東西 那我事前 那我事前 想了一些關於 動態 query的做法 那 我用的東西是用 Node.js做的 所以 這個東西你可以考慮說我怎麼樣去 從前端發query過來 因為前端有的時候需要 需要做一些狀態的 譬如說 這個東西 initial 或者是這個東西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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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糊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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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可能會為了這個彈性跟使用上做取捨 那基本上就是你要考慮說 前端大底會用到什麼地步 那大致上你可以不用改 對就是做完這些東西之後 你其實後端就可以東西擺著 然後我就告訴你怎麼規定 你自己規定就好 不用改程式 非常的爽快 對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 你可以用Gate去做HDAB的Gage 這件事情是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說 WealthQL好像都是用Post去查詢 但是實際上它是用Gate去查詢 也可以用Gate去查詢 所以這件事情沒有什麼問題 對就是為了這件事情擔心一下這樣 對那麻煩的事情就是你的NGA query 對因為它的query是有點recursive 然後你每一次的查詢都是為了做 做就是當我們有一個潮狀的查詢的時候 你的subquery就會去query下面那個那個time 對那長得像是這樣 這是from and code 對然後你其實有一些東西是屬於user的 那有一些東西是屬於user的文章的 所以有one to many的注記 對那有些東西就是這個user屬於某個group 然後這個group又可以 每個user又可以加入不同的group 對那你大概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對於錢單人來說 你需要知道的東西不用太多 就這樣就好了 對那後段就要做這個 這是定義檔 做完了之後再做resolver resolver這件事情 你會看到說data loader有一個就是做catch的解法 那在這邊我是做key值的對應 所以你才會知道說 OK我今天要去用什麼 用什麼欄位去query這個 跟它有關聯的資料這件事情 你不能直接用ID去查詢 那個就是你只做到了這個 就是只做了這個 那但是你其實沒有把其他情況考慮進去 你的東西還是會壞掉 所以就會很慢很慢很慢 然後這樣子的東西 我寫了一個help 對然後就是 呃這邊這邊 啊不重要啦 對我怕大家那個聽的太煩 所以這個source code大家自己回家看 對那這邊有一個對他loader help 我有放上npm 那他寫的很簡單就是 我怎樣在裡面去把 東西 東西 組出來給 給這個resolver用 對 那他對於n加1的query就會 就會 就會處理掉 對 對 不要講source code吧 那這邊 我們會另外還有用到 apro跟subscription 那subscription我看了一下 他應該不是 直接支援 支援在 不是webql的官方的標準 他是apro 對 所以你就要額外 有一些多的事情要做 呃他的事情就是 呃這些這些東西是 你需要有websocket的support 對 那你不一定有 對 然後 呃 用nodejs的話 你就自己開一個websocket的port 然後 這個東西就 就可以lock 可是我 不知道有沒有熟Ruby的人 有沒有 類似的解法可以做 就是 因為我不知道 最近有一陣子沒有碰入 想要知道一下 然後 呃 你在page的component做查詢 你就可以 單純 單純把這些pubs傳到 呃 component 呃 subcomponent 所以那些東西就是 就是 dump component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說 這些component是 是單純的資料去做人的 就像這樣 呃 這是一個參考 而且只是用bush 所以 他 他很單純的就是說 我有一個query的結構 然後這是他帶進去的參數 然後 這邊是他的subscription會做的事情 那 基本上 呃 你會對資料所做的便 便意就是 當你是一個list的時候 他就是很簡單的 呃 呃 delete update 然後create 這樣 所以這件事情 裡面也沒寫什麼 就是把它包起來 不然裡面會有一堆call 那你另外 再寫一下這個結構 你會產生原本的 這個結構跟這個原本的規律 是很像的 所以我一直 覺得這段call是 有點討厭 但 我最後還是夠幣了 對 呃 那這邊寫了一個 這個 這個 也是包成npm的package 那非常簡單 他裡面寫的就是說 我怎樣對應 呃 create update delete 這樣子的subscription 對 那但是後端有點麻煩 對 後端你必須要考慮說 他有給出一個 呃 pubsub的 的形式 所以你今天可以用radis做 也可以單純只是用memory做 但是你就要考慮 呃 cluster的情況 然後 呃 subscribe 這件事情 你在很多情況下 你都可能對資料做操作 所以我最後就丟在戶 但是他 那 這只是權宜之計 就是 一般來說 丟在這裡 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但是你用的 這個 這個 後端要有資源 這樣子的東西 對 對 好 那 其他的情況 然後 就是你在做前端的時候 會有一堆 阿利亞扎的事情 那 嘖 我覺得最麻煩的 就是這兩個 就是我想了很久 到底要怎麼做 嗯 那我會以 呃 Trero做例子 實際上我們要的效果是 當你 用這一個 用這一個 UIL 去 打 打瀏覽器的時候 他要出來 這個 這個 model 就是 包括後面的東西 也應該要出來 這樣子 呃 使用者的體驗 才會是完整 那 呃 就變成說 我到底要怎麼樣做到這些事情 那 呃 這邊 Rail Railout Railout 跟Railout 應該都會有 Railout 所以你必須要 在 在 這個情況下 做說 我前面的Railout 可以把 前面的 可以把前面 呃 背景的資料 扔著出來 然後 後面這一個 網址 是否 這個 這個 model的資料 他是兩個不同的 query的 的 的 的指訊 所以你今天 在做的時候就很單純的說 我在切換頁面的時候 他的資料 是不會有問題的 對 然後 呃 在頁面瀏覽的時候 我們 就會保留 parent page 的狀態 那 當我做 在 在 譬如說我們 現在是Railout 使用的情況 那我們 另外一個人 在用的時候 他可能會看到說 喔這邊 欸多一個 這件事情 就是不用去 在你做 single page的時候 你常常都會 需要考慮到 我什麼時候要把 頁面的 的 狀態 就是 清掉 更新 或者是我其實要存住 那 這些事情都是 就是 需要這樣子做考慮的 那 呃 在我們做 Apple Road的時候 他有給一個 catch and network 這件事情 他會把 catch存在 memory裡面 所以你在切換頁面 的時候 實際上 他雖然會再 query一次 但是 使用者體驗會更好一點 就是 呃 我今天切過去的時候 他雖然一下下 是舊的 資料 但是他馬上就會被 新 新 query的 新發的 request 的 的 資料蓋過去 所以這樣子 就 就 沒有問題了 對 然後 這邊是 關於 Eursorization的事情 那你會考慮說 好我今天要怎麼在 呃 這個東西裡面做 呃 Eursorization呢 那 他其實有三個地方 你有三個地方可以做 對 那 這是 超來的 對 反正 他是 一個路徑 對 你可以知道說 他進了這個 HTV Server 然後 Gre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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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會叫你說不要在這邊做 第三個是不要在這邊做 對 你做的事情應該是把它包成 呃 像 Middleware的東西 那你在這邊 Middleware在做判斷的時候 然後判斷完了把它丟給Reserver去做 就是Middleware Letter 然後丟出來我就會拿到東西 覺得非常的愜意 就是覺得心情舒暢 這堆東西就不會混在一起了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你有Aretive可以用 那這個情況是 我覺得有的時候Facebook輸的東西啊 他就是否他自己用的 所以你其實不一定要全盤造草 你就是要挑對你試用的東西用 像這個東西是為了說 我今天其實是對單一的 比如說Facebook不是會問你說 要不要給某個應用程式朋友的權限 然後他可以幫你抓之類的事情 那所以你才會 有些時候你的API才會去Get說 今天這個人我抓得到朋友 那個人我抓不到他的朋友 那你可以在 在Directive裡面做比較細度的操作 這樣 但是Directive用的是 就我所知是Backend的計算 所以其實 你如果是自己控制的話 你願意在前端 你自己控制的整個project 你不是把API 丟給別人用的話 你其實今天不一定 不一定需要Directive 對 那這些是一些reference 那我剛剛還有很多東西 其實有不少東西 細節是沒有提到 但是大致上都有解法 那 對 就是希望我幫助到大家 那 對 QMAS 好 那我們就開到 你們的問題 請問一下 Graph QL 除了剛剛取的資料場景外 那建立資料的話 有沒有類似的場景 然後另外又是 它在資源管理上面 剛只有電證能不能登入 它有一個比如說像 RBAC Rubus Assess Control 類似 或是ACL之類的 成員管理 的模型 可以參考 ACL的模型 ACL的模型 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那但是 呃 它的驗證方法很單純的 大致上就是我 剛剛提到的那些 那除此之外 也許不是 Graph QL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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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第一個問題是 剛剛提到 如剛剛 場景 因為剛剛提到都是 讀取的場景 那比如說 寫入資料分心 或是刪除的 那 我這邊是用 subscription 做 因為 呃 就是說 你可以用 Nutation 那但是 你必須要 去處理說 你的Nutation 回來的結構 才要可以 就是說 在做體力的人的時候 才要配上 那 他在 WongState的時候 才要做 你 你的Nutation 回來的結構 這樣子 就 回來的結構 大概就像 這樣子 這樣子 的東西 他會很像 長 那你整個 資料的結果 他會 什麼 所以 他比較 希望的場景 都是在 取的資料 對 我會說 當你 當你整個 UI比較複雜的時候 還比較需要 對 那如果你今天 不需要 這麼複雜的情況 然後 你的專案 也不太會懂 今天 你的專案 就是 做完了 然後 不會有人 叫你改 那我們 就 不太需要 再去做 我自己 那但是 在Rexful的情況下 你整個 不會做 你的UI感 你的資料 你的資料 也有可能 等等 你就必須要 去做一些 再去 為 這個產工程 去做一些 特別的 Di 那 但是 用RexQL 你就可以 把它 綁在 剛剛 見出來的 看 那 後續有問題 可以再 通過別的管道 像是共筆之類 那 我們今天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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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振 謝謝 謝謝